只要心不执着,不住在境界上,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。 执着又叫我执,一切以自我为中心,而且非常在乎自己的利害得失。 过度的执着甚至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病症,因为样样东西都很在乎的人, 他的精神一定经常处在紧张状态中,没有办法放松休息。 我害怕给你我就没有了,他对于失去含有恐惧,那你就要去看到了,恐惧就是你的功课。 而不是我要训练我自己,我一定要愿意给,你强迫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,这个是不正确的。 但是如果你愿意再去深究,你的恐惧到底从哪里来? 他可能恐惧,小时候家里很穷,所以他现在所拥有的一点点东西,他都必须要牵着, 他都必须要把他守着,像守财努一样,因为以前苦过嘛, 所以要守着啊,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打破这种恐惧, 大不了就回到从前而已啊,从前你的日子能不能过? 可以啊,现在你虽然过的是好日子,但是你从前穷的日子还不是把你给养活了吗? 大不了就回到从前而已,我在害怕什么? 当我们心里面产生这种豁达的时候,你就会变成说, 我好日子我可以过,我穷的日子我也可以过, 我自在啊,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在啊,我自在啊, 当你自在的时候,你的心打开了,心打开福报才会进来, 我常常讲说你的度量有多大,你的福报就有多大, 当我们度量只有一点点,哪怕你里面装的都是钻石珠宝, 你也就只能装那么一点点, 但是当我们度量很大的时候,福报来了, 里面懒的全部都是钻石珠宝, 福报不够的时候,那也没关系啊,玩那个有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, 但是我的度量就是这么的大,度量大,你可以过好日子, 你也可以过比较贫穷的日子,但是快乐是一样的。 《金刚经》中提到,因无所住而生其心, 不执着即是无助,只要不住在境界上,不为境界所转, 正念心就能保持亲民,就能产生智慧。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。